欢迎来到风华绝代 我是只分享好故事的嘉楠 感谢您的观看与订阅 杨慧杰是歌坛新人 也是中部知名的叫唱老师 明星通常都是当了歌手后 歌而优则交 很少人像他一样 当了15年的叫唱老师才当歌手 他的歌唱之路 用广结善缘四个字 做了最好的注解 从小学钢琴的他 外形亮丽 活泼又能言善道 还在文化大学念音乐系的时候 就开始主持节目 原本以为毕业后会往演艺圈发展 却在大三时和老公一见钟情 还没毕业就结了婚 婚后便跟着老公搬到彰化定居 人生志向大转弯 变成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 他透露 很感谢父亲在他儿子念小学以后 建议他到台北参加一场福伦社的歌唱讲座 让他发现自己可以交唱歌 开始研究怎么拆解歌曲的结构 试着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交唱 开始了教唱老师的生涯 当教唱老师的时候 他最常研究江慧的歌 认为江慧唱歌非常细腻 一句歌词常常就有好几个转音 而且唱法都不一样 写了厚厚好几本教材 让他更懂得怎么去表现歌唱技巧 运用感情 唱起自己的歌时也变得更细腻 如果当年没有结婚 而是留在台北 就算当了歌手 应该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懂得 去掌握唱歌的技巧与情感 很相信命运的他 觉得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注定 要先去历练 广结善缘 再来唱自己的歌 虽然当了歌手 还要兼顾教唱工作 不识台北彰化两地感 他却乐此不疲 直称叫唱是他一辈子的志业 要把唱歌的快乐继续播种在人间 去年他因遭遇车祸 仅打了第一剂疫苗 最近变种病毒崛起 让工作繁忙的他 也意识到该赶快补打第二剂 但因为父亲曾有两天耳朵出现 轰隆轰隆杂音的副作用 又暂时影响到听觉 两个儿子也都发生心计 让他一度有些害怕 杨爸爸是职业医师 中西医都痛 建议他试试看另一种疫苗 打第一剂时 他形容香又出一次车祸 有被车撞的感觉 腰酸背痛和滴烧了几天 施打第二剂 杨爸爸还预先开营养品和中药茶汤 给他打底 让他笑说有赚到的感觉 其实从小有地中海行贫血的他 被医生父亲特别呵护 动辄就为他补充营养 当他过度劳累时 也会为他打一支好几万元的营养针 派新歌憨塞塞MV 杨爸爸更是亲自出现 为爱女打针补充体力 杨卉杰从小在卢州长大 家中开设卢州综合医院 爸爸当时职业西医 母亲是住产室 小时候还没有健保卡 他常要帮忙病人写单子 还要包药 半夜如果有产妇按门铃 或有被砍伤车祸的伤者被送来 父母亲皆不眠不休的就职患者 虽然是医疗世家 但杨家三姐弟从小学音乐 他一路从音乐班读到文化大学音乐系 双主修钢琴和琵琶 中西合璧 有趣的是 杨父也因为对中医很有研究 经过考试 后来改职西医 也是个学贯中西 父女都是跨界代表 他笑说 爸爸是我最好的榜样 我都是跟着父亲的脚步走就对了 私底下的他常有少一根筋行为 常常望东望西 是标准的傻大姐 音缘唱片特别为他量身打造第二波主打歌 憨塞塞 让他自己一拿到demo边看词边学唱时 就觉得这歌里写的人好眼熟 被儿子笑亏 不就是你吗 作为中部知名歌唱老师 他培育出了小江慧 小许富凯等后辈 首支单曲原来爱你只是一场梦 赢得青睐 成为梦婆客栈片尾曲 让他感恩道 何其有幸可以为尊敬的 吴念珍 唐美云大师的作品发声 一切是那么美好 谢谢各位老师 我一定会更努力 过去他双主修钢琴 琵琶 如今加盟音缘唱片 初唱片希望为他和学生留下值得纪念的完美作品 但他强调 我不是玩票 希望粉丝朋友多多支持我 我会持续把最好的音乐作品带给大家 当年无心插流走上叫唱之路 一方面是自己热爱唱歌 二来在教导学生的过程中找到了成就感 不知不觉许多年过去 但看到学生成功让他非常欣慰 48岁的他助言有数 看不出实际年龄 实际上有两个青春期的儿子 月生新生代的美魔女 日前却惊喘发生车祸 他回忆 当时是准备拍MV的前两天 开车准备回家路上 居然遭横向车拦腰撞上 他惊吓到整个人魂都飞了 整个人被卡在车上动弹不得 幸好有见义勇为路人破窗将他爆出 晚上还能赴警局做笔录 但隔天通道向全身都要爆开 一时发现他重度脑震荡 要住院观察 没想到一住就是20天 被送上救护车去医院面临生死关卡 他最感谢的人是老公 住院期间对方每天炖鱼汤 鸡汤给他进步 若不是先生 他可能无法恢复到那么好 而在救护车上 他还硬撑着打给本来要去的摊贩老板 连随车医护都看不过去 叫他不要乱动 虽然已经出院 但现在开车都会有创伤症候群 若后有来车靠近 会心悸害怕 然后全程开着临停的双向灯 开在高速公路上 而且越开越慢 丈夫发现他这样 坚持不让他开车 此外 他也怀疑大脑受影响 才刚讲过的话会突然忘记 打去说 反正刚好换打第二波汗塞塞 只能想是傻人有傻福了 因为车祸 不但MV拍摄工作停工一个月 个人音乐教学也停课一个月以上 新歌感谢有你 由他与13岁的德艺门生杨博智对唱 歌曲温馨正面 为社会带来祥和之气 颇受欢迎 而杨博智受他细心指导 这三年来在民事台湾那么旺选秀中大放异彩 粉丝高达30万人 人气很高 杨卉杰忙得团团转 却不忘手把手一点一滴带着杨博智 他透露 和杨博智的师生情是全世界都是教士 好学的杨博智一遇到问题 就会立刻向他求救 而他的行程满档 师生俩曾相约在途径的超市 由他现场听对方的唱法和发声 并不厌其烦地重复叫唱 因为太投入 居然没发现周围不知何时 一集满粉丝 两人只好害羞地边挥手边微笑退场 他坦言 自己把杨博智视如己出 情同母子 到现在 博智还会撒娇投入他怀抱 过马路时会主动牵他的手 是食指紧扣的一师一母的关系 为歌坛传家话 最有趣的一次是 他正在那一店购物 杨博智有十万伙计发问 他只好请对方和家人速速来现场 以解决一难杂症 杨博智到场后才发现场所特殊 害羞地对他说 老师 我要跟你换编 他一时没议会过来追问 杨博智口齿表示 想要面朝睡衣那柜 而不要内衣那一面 让他才恍然大悟 只表示不好意思 但哭叫不得的同时 他仍是立直叫边 当下指导起杨博智 同事们得知歌唱教室开到内衣店去了 也不可思议笑说 太荒唐了 闽南语歌手叶盛钦去年罹患骨髓癌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 仍不敌并膜此事 享年47岁 消息一出令外界相当难过 他生前最后一篇公开贴文 是替女歌手杨卉杰打歌 原来他担任了对方歌曲的制作人 如今成了一作 杨卉杰也在社交账号上表达了思念 他上传了在录音室的照片 并在文字部分写下 亲爱的制作人 我们约定好专辑出来之后 要一起唱片庆功宴的 我们一起约定好 要再去吃上次那家好吃的 过年前送给您苹果及柳丁 您一直赞不绝口地说很好吃 与您的合作就是这么的舒服 您是非常用心 既温暖又nice的制作人 知道您是抱病陪我进录音室 每每一起弹起音乐 画架子打开就停不下来 我们也一起开心地聊着我们的歌曲 听到您去世的消息 心里非常痛心 原来他早在快一年前就知道叶盛钦被确诊骨髓流 但叶盛钦依然心细工作 化疗完身体恢复一些后 就立刻继续 进录音室制作专辑 至今让他仍然无法相信 自己的专辑成为了对方最后的一作 元宵节的时候 两人还在同化 当时对方的声音微弱 已经有些异状 他担心对方都报喜不报忧 如今却天人永隔 真的很哀伤 很痛心 眼泪真的停不下来 并保证 我会继续往金曲之路努力 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指导 悼念亲爱的制作人叶盛钦 另外 有人提到 叶盛钦离世相当低调 只有告诉家人 以及少数至亲 而且公祭 家祭都没有举办 所以认识20年的友人 直到几天前才得知消息 回顾杨慧杰的一生虽然历经了挫折 却也坚持活出了自己 希望他在今后的日子里都能顺心如意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有何感想或建议 欢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喜欢本频道 别忘了点击订阅 下期视频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